第七十三回 玄德晋卫汉中王 云长公拔襄阳郡 却说曹操退兵至野谷 空明料他避弃汉中而走 故差马超等诸将分兵十数路不时攻劫 因此操不能久住 又被魏延射了一箭急急班师 三军锐气跺尽 前队才行两下活起 乃是马超扶兵追赶 操兵人人丧胆 操令军事急行 小夜奔走无停 直至京兆方使安心 且说玄德 命刘丰孟达王平等 攻取上雍诸郡 神丹等闻 操以弃汉中而走 遂皆投降 玄德安民已定 大赏三军 人心大悦 于是众将皆有推尽 玄德为帝之心 未敢静起 却来禀告诸葛军师 孔明曰 无义已有定夺了 随随随法政等 入见玄德 语 今曹操专权 百姓无主 诸公仁义 驻于天下 今已拂有两川之地 可以应天顺人 及皇帝位 明正言顺 以讨国贼 事不宜迟 便请择吉 玄德大经曰 君师之言诧异 刘备虽然汉之宗室 乃臣子也 若为此事 是反汉矣 孔明曰 非也 方金天下分崩 英雄兵器 各霸一方 四海财德之事 舍死忘生 而是其上者 皆与攀龙赋奉 建立功名也 谨主公必显首义 恐识众人之望 愿主公赎私之 玄德曰 要无见居尊位 无必不敢 可再商议长策 诸将其言曰 诸公若只推却 众心结义 孔明曰 诸公平生 以义为本 未肯辩成尊号 今有京乡两川之地 可赞为汉中王 玄德曰 玄德曰 如等虽欲尊吾为王 不得天子明照 使剑业 孔明曰 今已从全 不可拘之常理 张飞大教曰 一行之人 皆欲为君 何况哥哥 乃汉朝宗派 莫说汉中王 就称皇帝 有何不可 玄德斥曰 如物多言 孔明曰 主公已从全辩 先进为汉中王 然后表奏天子 畏为耻也 玄德再三推辞不过 只得依允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 筑坛与缅阳 方圆九里 分布五方 各设惊奇一丈 群臣皆依次序排列 许敬法政 请玄德登坛 尽官眠喜受气 面难而坐 受文武官员拜贺 为汉中王 子刘善 立为王世子 封许敬为太父 法政为上书令 诸葛亮 诸葛亮为军师 总理军国重事 封官宇张飞 赵云马超 黄忠为五虎大将 魏延为汉中太守 其余各逆功勋定绝 玄德 玄德既为汉中王 遂修表一道 差人积附许都 表约 被以巨臣之财和上将之任 宗都三军讽慈于外 不能扫除寇难 匡敬王室 九使陛下圣教灵迟 六合之内 辟而未泰 唯有反侧 衬如棘手 囊者董卓 唯唯乱皆 自逝之后 群胸纵横 残波海内 来陛下圣德威林 仁臣同应 或忠义愤讨 或上天降伐 报你并义 以见兵霄 唯独曹操 久未消除 亲善国权 自心极乱 陈夕与车记将军 董成 图谋讨操 即是不觅 成见陷害 陈波阅诗句 忠义不果 遂德士操 穷凶极腻 诸后陆煞 皇子震害 随揪和同盟 念在奋力 懦弱不武 历年未孝 长孔允末 辜负国恩 忤媚涌叹 稀气弱力 仅臣群聊已为 在西渔书 敦绝九族 庄明立役 帝王相传 赐道不费 周见二代 并见诸姬 实赖尽正 贾府之力 高祖龙兴 尊望子弟 大齐九国 祖斩诸旅 一安大宗 金草 恶之丑正 实凡有途 包藏祸心 窜道已显 既宗士微弱 帝族无畏 斟酌骨士 依甲权宜 赏臣为大司马 汉中王 臣福字三行 守国厚恩 贺任一方 臣立位孝 所获已过 不宜赴天高位 以众最棒 群聊见弊 破臣以议 臣退为 寇贼不孝 国难未已 宗庙轻微 社稷将坠 成臣 忧心碎首之日 若应全通便 以宁静圣朝 随赴水火 所不得此 折顺众意 拜受印系 以重国威 养为尊号 位高宠厚 福思报效 忧身责重 经不替戏 如临于谷 敢不尽力书成 奖励六师 率其群役 应天顺时 以宁设计 谨拜表 一文 表道许都 曹操在夜郡 闻之玄德 自立汉中王 大怒曰 知习小儿 安敢如此 武士灭之 及时传令 尽其亲国之兵 傅两川 与汉中王 绝雌雄 一人出班 剑约 大王不可因 一时之怒 亲老车驾远征 臣有一计 不须张公之剑 令刘备 再数自售其货 带其兵衰利尽 只需一将往争执 便可成功 操视其人 乃司马懿也 操喜问约 众达有何高见 一约 江东孙权 以媚驾刘备 而又成见 窃取回去 刘备又占据 荆州不还 彼此 具有切齿之恨 今可差异 蛇变之事 既属 网税孙权 使兴兵 去荆州 刘备 必发两川之兵 以救荆州 那时大王 兴兵 去去汉川 令刘备 首尾不能相救 势必威矣 操大喜 吉修书 令满宠为时 星夜投江东 来见孙权 权之满宠道 遂与谋事商议 张昭尽曰 未与无本无仇 前印听诸葛之说辞 至两家连年征战不息 圣灵遭其涂炭 谨满钵宁来 必有讲和之意 可以礼皆之 权依其言 令众谋事皆满宠 入城相见 礼弊 权以宾礼带宠 宠城上操书 曰 无畏自来无仇 皆因刘备之故 至生信系 魏王拆谋到此 曰将军攻取荆州 魏王以兵临汉川 首位夹击 破流之后 共分疆土 誓不相亲 孙权揽书弼 涉言相待蛮宠 送归管舍安歇 权与众谋事商议 故永远 虽是说辞 其中有礼 今可一面送满宠回 约会曹操 首尾相机 一面使人过江 探云长动静 方可行事 诸葛锦曰 某温云长自到荆州 刘备取予妻室 显生亦子 此生亦女 其女尚佑 未许自人 某愿云与主公 世子求婚 若云长恳许 即与云长记忆 共破曹操 若云长不肯 然后筑曹取荆州 孙权用其谋 先送满宠 回许都 却遣诸葛锦为史 投荆州来 入城见云长 礼弼 云长曰 自与此来 何谨 谨曰 特来求解两家之好 无主无侯 有一子 甚聪明 稳将军有一女 特来求亲 两家结好 并立破曹 此城美事 请君侯私之 云长勃然大怒曰 吴狐女 安肯嫁全自乎 不堪辱地之面 立斩如首 再修多言 遂唤左右逐出 紧抱头鼠窜 回见吴侯 不敢隐匿 遂以石告 全大怒曰 何太无礼 便唤张昭等文武官员 商议取荆州之策 不至曰 曹操九欲篡汉 所拒者刘备也 金钱使来令吴 行兵吞鼠 此嫁祸于吴也 全曰 古亦欲取荆州九亿 智约 金曹人险屯兵于襄阳返城 有长江之险 汉禄可取荆州 如何不取 却令主公动兵 直此便见其心 主公可前使去许都建操 令曹人汉禄先起兵取荆州 云长必撤 云长必撤荆州之兵 而取凡城 若云长一动 主公可遣一将 岸取荆州 一局可得意 全从其意 即使前使过江 上书曹操 陈说此事 操大喜 发赴使者先回 随浅蛮虫往樊城 驻曹人 为参谋官 商议动兵 一面持袭东吾 令领兵水路接应 以取荆州 却说汉中王令魏延 总督军马首遇东川 遂引百官回成都 拆官起造宫廷 又至管社 自成都至白水 共见四百余处 管设停游 光积粮草 多造军器 以图进取中原 细作人探听得 曹操节连东吾 欲取荆州 即非豹入蜀 汉中王 盲情孔明商议 孔明曰 某一料曹操 必有此谋 然无中谋事 极多 必较曹 令曹人 先兴兵 以 汉中王曰 此此 如之奈何 孔明曰 柯差使命 就送官告与云长 令先起兵去樊城 使敌军胆寒 自然瓦解 以 汉中王大喜 集差前部 司马费师为使 积奉告命 投荆州来 云长出国 迎击入城 致公谢礼弊 云长问曰 汉中王 汉中王 蜂窝和绝 师曰 五虎大将之首 云长问 云长问 哪吴虎将 师曰 官掌赵马 黄氏也 云长怒曰 云德 无帝也 孟起 世代名家 子龙 九虽无凶 及无帝也 未 与无 相并 可也 黄中河等人 敢与 吴同列 大丈夫 忠不与 老族 为伍 遂不肯 受印 诗 笑 曰 将军诧异 喜 萧和曹参 与高祖 同举大事 最为亲近 而韩信 乃处之 王将也 然信 魏为王 居萧草之上 魏为萧草 以此为怨 谨汉中王 虽有 五虎将之风 而与将军 有兄弟之意 视同一体 将军 及汉中王 汉中王 及将军也 其与诸人等哉 将军 受汉中王厚恩 当与同修妻 共获福 不宜计较 观号之高下 愿将军 赎思之 云长大悟 乃再拜约 某之不明 飞足下建教 激务大事 即拜寿印寿 费师方出王旨 令云长领兵 取樊城 云长领命 即时便拆 富士人弥方 二人为先锋 先引一军 于荆州城外 囤扎 一面 射宴城中 款待 废师 引至二更 呼报城外 寨中火起 云长 急披挂上马 出城看石 乃是富士人 弥方饮酒 帐后 以火 烧着火炮 满营汉洞 把军器 粮草 进阶烧毁 云长引兵 就扑 至四更 方才火灭 云长入城 照富士人 弥方 择之约 吴令辱二人 做先锋 不曾出师 先将许多 军器粮草烧毁 火炮 打死本部军人 如此务事 要你二人何用 斥令斩之 废师告曰 未曾出师 先斩大将 于君不利 可赞免其罪 云长怒气不息 斥二人曰 吾不堪 废司马之面 必斩入二人之手 乃患武士 各障四十 摘去先锋印寿 罚弥方 守南郡 富士人 守公安 且曰 若无得胜 回来之日 稍有差池 二罪俱罚 二人满面 羞残 诺诺而去 云长便令 廖化为先锋 官平为副将 自总中军 马良一级为参谋 一同征进 先是 有胡华之子胡斑 到荆州来 投降官宫 恭念其 旧日相救之情 甚爱之 令随废师入川 见汉中王受绝 废师辞别官公 带了胡斑 自回蜀中去了 且说官公 逝日祭了帅子大旗 假媚于帐中 忽见一珠 旗大如牛 浑身黑色 奔入帐中 竟有云长之足 晕长大怒 即拔剑斩之 生如烈薄 煞然惊觉 乃是一梦 辩觉左族 阴阴疼痛 心中大疑 宦官平至 以梦告之 平对约 诸一有龙相 龙父族 乃生腾之意 不必一记 云长 云长 具多官于帐下 告以梦照 或言吉祥者 或言不祥者 众论不一 云长曰 五大丈夫年近六旬 即死和汉 正言间 俗史志 传汉中王旨 拜云长 为前将军 贾结月 都督 京香九郡士 云长受命气 众官拜赫约 此足见 诸龙之锐也 于是云长 坦然不移 遂起兵 奔襄阳大路而来 曹仁正在城中 呼报云长 自领兵来 人大惊 欲坚守不出 副将宅远约 仅魏王令将军 约会东吴曲京州 今笔自来 是送死也 何故避之 参谋蛮宠 剑月 无素之云长 勇而有谋 未可轻敌 不如坚守 乃为上策 肖将下侯存月 此书生之言尔 岂不闻水来土掩 将至兵营 我君依一代劳 自可取胜 曹仁从其言 令蛮重守繁城 自领兵来迎云长 云长之曹兵来 宦官平廖画二将 授记而往 与曹兵两阵队员 廖画出马诺战 宅元出营 二将战不多时 画诈败 拨马遍走 宅元从后追杀 荆州兵退二十里 云次日又来诺战 下侯存宅元 一起出营 荆州兵又败 又追杀二十余里 忽听得背后 鼓声大阵 鼓脚齐名 曹仁急命 前军速回 背后关平廖画杀来 曹兵大乱 曹仁知事重计 先撤一军飞奔襄阳 离城树里 前面秀奇招展 云长勒马横刀 拦住去路 曹仁胆战心惊 不敢交锋 望襄阳斜路而走 云长不敢 须与下侯存君致 见了云长大怒 便与云长交锋 指一河 被云长砍死 宅元便走 被关平赶上 一刀斩之 城市追杀 曹兵大半死于湘江之中 曹仁退守樊城 云长得了襄阳 赏军府民 随军司马王府曰 将军一鼓而下襄阳 曹兵虽然丧胆 然以余意论之 今东吴吕盟屯兵路口 常有吞并荆州之意 唐率兵 静去荆州 如之奈何 云长曰 无意念词 如便可提掉此事 去沿江上下 或二十里 或三十里 悬高附处 置一烽火台 每台用五十军事守之 唐无兵渡江 夜则明火 昼则举阴为号 武当亲王击之 王府曰 弥方富士人守二爱口 空不竭力 必须再得一人 以纵都荆州 云长曰 无意差至中 潘骏守之 游何绿烟 府曰 潘骏平生 多济而耗利 不可任用 可差军前 都督梁辽官 赵磊代之 赵磊为人 忠诚连职 若用此人 万无一失 云长曰 无素知潘骏为人 今既差定 不必更改 赵磊县长梁辽 亦是重事 辱物多疑 只与我 驻风火台去 王府样样 拜词而行 云长令官平 准备船只 渡湘江 攻打樊城 却说曹仁 折了二将 退守樊城 为满宠曰 不听公言 兵败将王 使去襄阳 如之奈何 宠曰 云长虎将 足智多谋 不可轻敌 只一坚守 正言间 人抱云长 渡江而来 攻打樊城 人大惊 宠曰 只一坚守 不将吕长 愿然曰 某起兵数千 愿当来君 于湘江之内 宠剑曰 不可 吕长怒曰 据如等文官之言 只一坚守 何能退敌 岂不闻兵法云 君半渡可击 今云长君半渡湘江 何不积之 若兵临城下降至豪边 极难抵当已 人急于兵二千 令吕长出樊城迎战 吕长来至江口 只见前面秀其开处 云长横刀出马 吕长却欲来迎 后面众君 见云长神威临临 不战先走 吕长喝止不住 云长混沙过来 曹兵大败 马步君折其大半 残败君奔入樊城 曹人急差人求救 使命星夜至长安 将书城上曹操 言 云长破了襄阳 陷为樊城甚急 网驳大将前来救援 曹操 只颁步那一人 而言曰 如可去解樊城之为 其人应声而出 众事之 乃于尽也 尽曰 毛求一将做先锋 领兵同去 曹 又问众人曰 谁敢做先锋 一人愤然出曰 某院师全马之劳 生擒官某陷于麾下 操官之大喜 操官之大喜 正是 未见东吴来四戏 先看北魏 又天兵 未知此人是谁 且看下文分解 帮助手 帮助手